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邀请到一位英俊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我们的节目其实都做了四五集 看到观众的反应都挺热烈 之前就有Alvin 大家都很喜欢听他 因为那时刚好邀请他上来的时候 港股又进入大时代 升了六千多亿的成交 所以那次也是一个破新高 我们的节目都破了一个纪录 今天我们都希望可以继续破纪录 因为我们最初搞回去 希望大家都给多些支持和鼓励 记得要留言、赞和分享我们频道的影片 还有记得订阅 有最新的影片的时候就可以通知大家 今天来说我们邀请到 宏益资本有行公司投资总监李泽铭 Alan 在这里 Hello 我很开心 因为首先大家都在一个公仔商里 常常见到你 在NOW TV 或者是TVB的财经节目 都有机会见到Alan Alan给我的感觉是一个 很观济国国陋斯文 很有礼的 你这么说 我今天的衣着有点不太配合 你欠一条胎 欠一条胎 欠一条胎 但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上 我们是没有那么区谨的 因为我们之前邀请过几个嘉宾 他们跟我说 在其他台上 我们经常都好像很区谨 怕有些东西不能说 或者怕说错数据 会误导了家庭观众 你知道他们看的人很多 但我们这里看的人不多 所以没什么压力 我们都当出个水 实体体应该也不少 除了也差不多 是的 希望大家都给多些支持 今天邀请Alan上来 非常高兴 首先要跟你谈谈一下市况 现在都踏入十月的尾声 不经不觉 我们2024年 还有两个几月就要跟我们说再见 看到其实港股 在最后的时间才发力 大家七月八月的时候 大家经常觉得 七月八月的时候已经很差 市况也好像没有运行 但是似乎这过几月的时候 都见到 自从过了中秋节之后 市况都明显有一个改善 不过有一个波动都挺强烈的 有时升千几点 都是回到千几点 家庭观众没有炒开 或者很少留意股市的人 都重新留意市场 看到港股 因为我们推出的时候 我们是预录的节目 我们都见到最近的情况 没有说再有升千几点的情况 这几天似乎 波动性似乎少了些 除了上周 就是说中央有一个入市 或者是资金开始到位的情况出现 所以都见到市场的气氛好像回弱了些 其实都邀请Alan上来说一下 就是想问一下你 你觉得市况还有两个几月应该怎么走呢 两个几月我想至起码 十月底到十一月初 都是保持着大起大落的市况 为什么会大起大落呢 就是棍戒前 中央忽然间出手救市 当然一开始是口头出手救市 说了会有什么的措施 但是就没有讲过实际如何执行 细节是怎么做 还有大家关心的 金额究竟有多大 可能节目出现的时候 有机会已经知道金额 因为大家普遍都觉得 十月未首月初的时候 会有一个具体的执行细节 还有那个救市规模金额有多大 有一部分的钱是知道的 例如央行发出来的钱 例如之前那个换便利 就是说内地的公务基金 券商 其实可以拿一些股票 去央行那里换回一些流行性高 或者抵押比率高的国债 和一些央行票据出来 然后你再抵押回商业银行 套出来的钱的时候 你可以再买股票 这个规模之的就是五千亿 然后根据这个普通姓所说 已经有两千亿 就是有两千亿 就是额度已经给了券商去申请 另一方面就是会有些特别基金 就是借钱给上次公司 和上次公司大股东 就用来增持和回购 这个就是今天大家知道的 但是大家更加关心的是 如何救房地产 大家的房子全部坐舰之后 可以怎么办 买完南美楼之后 究竟怎么建 那那个救市的细节就没有 另一方面就是很多 就是突然间大家都意识到一个问题 例如很多内地做生意的人 有很多政府的数字就收不下 这个就牵涉到地方的政府 或者地方债的问题 这个就是地方要化债 这个规模究竟肯放多少钱下去呢 这个也是另一个关键来的 那这些细节呢 我相信就未来一两个月 应该到陆陆续续出台的了 所以那市为什么会大起大落呢 就是起呢 就是一有内地官员出来说两句 是的 例如上个礼拜 潘公圣出来说完话 然后国家主席大大亦出来说了 要求大家人生能有几回博 所以第一时间大家冲下场 就会拼回一招 所以就很多科技、芯片 相关的股份就啪啪声踩了 这个就是 偶然间有这些消息出 就会令市场突然间大起 那大落是发生什么事呢 大落就是有很多的 但是政策真的到落实执行的时候 那就会出现一个 就是忽然间会有一个套演 或者是获利 或者是调整的情况 又好像就是 就是关乎这个换便利 就是那五千亿 那因为初初说的时候 就没讲细节的 那大家就觉得 是不是好像日本政府那样 就是政府将行印钱落墙 买股票 但是很快 就是大家炒上去 炒到上去两万二、两万三的时候 就是不可以理解为央行略常买股票 也都要求银行 就是信贷资金 不能违规入市 所以说完这句之后 就由这个两万二、两万三 就下跌到两万点附近 这个就是 我想就是未来一两个月 就是年底之前 其实股市或者股民的心情 都会在这个大起大落之间 就做一个挣扎的 所以大家就要有心理准备 但是这个未必是一件坏事来的 就是为什么今年年头去到年中的时候 市场那么绝望呢 就不是说市场跌到很低 因为你说说低 其实都没有跌回到2023年的低位 所以说2023年的低位 是不是 1万6附近 不是1万4千多 1万4千多 是的 是的 其实是没有穿近年的低位 就是今年年中的时候 但是你看到今年年中 其实由股民去到整个金融事量参与者 就是大家的行家 那个感觉很绝望 就是一个 虽然你说有没有股票新高 有 你看到中移动 那些内银那些 其实是创了近年的高位 是的 你说股票客是不是完全没有资产 不是啊 你买中移动 坐在那里 那你可以安定 或者安定 例如一年赚回20-30% 收下息 没问题的 你加上收息 就是股价又升 又收息 是没问题的 就是买股票 你买对的话 其实你有钱赚的 但是整个市场 大家就很绝望 因为成交真的很低 也都没有新股可以炒 就是整个行业 由这个trading 就是卖卖卖卖卖那些 到一些M&A deal 就是上市公司并购 合拼那样东西 去到新股上市 全部都没有生意 因为 因为没有成交 没有波幅 没有东西可以炒 也都没有机会 因为 因为 很绝望 被你说到灰了 这个是年中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但是 法国人不是了 就是中央出手救市 是不是可以救起市 这个就要等结果出来才知道 但是起码 救市的过程里面 令到部分的行业 是真的复苏的 自己骂行家很多 都有些生意可以做一下 除了是说前线做trading 你看到就算 即是市炒了上来之后 很多IPO 都已经借爆了margin 据闻这个华洋饮料 即是真的喝东西 那些喝 很快 很多家劝商 都被人借爆了抹钱 即是这些 如果你放在两三个月前上市的话 这类公司的 不会有人抗的 即是这类公司 但是现在 新股上市的质地不差 帖子有回来 虽然那盆生意要悶一点 即是做疑保 大家都懂的 这些就是可能有机会去游探 入油 一箱一箱送的那些 就是这些 生意很悶的 没有太大的增长 但是因为始终有个大型国企背景 所以这类可能会有投资者追捧 所以整个市况和之前已经是超越 即是你说最终市场 究竟是否上升到2万3万 2万4万 2万5万 3万4万 这些后话 这个时间也太早去判断 究竟未来是大升大跌 还是怎样 但是自己说 这个时间的尺度 如果只是两三个月的话 应该都是维持着一个 比较大的波幅 炒什么呢 我觉得偶然会换一个主题 我们录这个节目的这一刻 就在炒科尼股 炒芯片 下个星期是否可以维持呢 很难说 炒的理由大家都知道 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 除了大大上个星期说了一番说话 所以大家除了跑步之外 有些人坐火箭入市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大家看着NVIDIA的订单 爆了 股价也在高位 大家找到NVIDIA的 最大的订单 就是那个单 就是这个Microsoft 来的 所以看到美股那边 又炒这个芯片 又大大 又叫大家炒芯片 所以大家真的 下场炒芯片 不过这个 究竟可以维持多久呢 其实就比较难说 因为原因就是 虽然气氛很好 但是呢 基本因素 其实是不配合的 因为 在今天 大家庆险炒芯片的时候 其中一个芯片股 上的福岚 是出了刑警的 其实实际上 公司的营运 即是收入 利润 毛利率 股价利润 那些是不配合的 其实全部都未改善的 其实都不单止是 内地是这个情况 其实美股也是 除了NVIDIA 爆了单之外 其实其他那些 你无论AMD 即其他的竞争对手 就是Google Factory 这个 Samsung 这些 其实全部都没有什么 新单位 或者订单 其实都不算理想 你看这个ASML 份业绩就知道了 即它三季度公布业绩的时候 新增订单 是同市场预期是斩半的 即是除了这个NVIDIA 即是除了台积电 帮它买机 因为NVIDIA的代工 就是台积电 所以除了台积电 是在矿产帮它买机之外 其他Samsung Google Flash Micron 都没有新家产品 其实整个半导体的市场 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的 但是间中有这些 叫做什么 叫做Catalyst 但是大家就可以炒波 其实港股也是这样 美股也是这样 美股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靠这些Catalyst 去做一个支撑 就是这个之前黄人芬说 这个Blackwell 未来一年的订单都已经爆了 大家想订货的话 一年之后再去找它 是啊是啊 是啊 是啊 就是说到这么困难的时候 很困难 大家以为市场很好 市场很好 市场好在Aminia身上是 是的 但是Aminia以外那些 其实AMD、Intel Intel那些就是死了 其实那些是整体的市场 真的差很远 所以我的判断都是 未来两三个月 保持着大波幅 磁形保态 还有 这些就不是坏事 有上有下 大家才有trade 有trade 就是这个行业的人 才可以赖以为生 另一方面 就是虽然有些 真的可以大上大落 大家可以享受到 炒股的刺激之外 是 就是科技股 芯片 内房 可以保持着一些 因为一定是大上大落 你很难找到 所以它一定是一条线上 一条线下 是的 但是也有另外一类 我觉得相对来说 稳定一些 还有那个趋势 都应该是逐步上的 就是一些收息的国企 就是买来收息的国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现在看到 实际在執行的一些 舊市的措施 就是这个换便利 总共有五千亿 然后就是那个特别基金 就是给一些上市公司 大股东增持 和上市公司来回购 那这些资金的发放呢 我们看到 其实最终都是落在高息国企身上 如果特别基金 就是符合条件 给它增持回购 那些 我们看到A股的上市公司 公告了 会做回购的那些 基本上全部都是国企来的 例如最初一批 就是航运相关的那些 公告了会做回购 然后就看到那些 矿业那些 其实都是公告了是做回购的 那另一方面就是 这个换便利 就是说那些金融机构 和那些公务基金 在央行手上 就是获得那些资金之后 其实它可以买些什么呢 普遍相信 其实都是买一些高息的国企 就纯粹要来赚的息差 因为就是你用股票换国债 就是国债抵押回商业银行 就是套筆钱出来 那些是有成本的 那大家估计可能 就是一百到两两二附近 所以如果你买一个 五厘楼上的国企的话 那就已经赚息差 是的 纯粹赚息差 那你不用搞那么多东西 那你不会去买一只 就是不会买一只 买一只 买一只成长股 那样东西 你不会去买一些高估值的 例如茅台 这些万一输了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类型的股份 波动性可能真的低了一点 真的没那么刺激的 就是你换书班买些什么呢 就是内银、内险、电信 就是中移动的那些 真的不会有太多炒股 落财买这些 就是你今天买完 明天看又是这个价 后日看又是这个价 再后又看都是这个价 可能隔不中跌2% 隔不中升2% 是的 这类型是很悶的 但是我觉得这类可能 如果你给一些 不算特別享受炒股樂趣的人来说 那可能买这些 没有紧张 赐价又赐息 但又没有太大的期望 如果要刺激的 當然是 这个时间可以考虑一些芯片 放到网 放到内房 尤其是内房应该是很特別刺激的 應該比芯片是更加刺激的 就是比如买了溶仓 一天升一、兩倍或者跌下50、60%, 我覺得比炒卵和炒牛紅還刺激過炒卵和炒牛紅 你剛才也有說到其實Alan很好, 超詳盡的一個分析 其實說到一個重點就是中央好像現在水到渠成 真的幫助到我們重建我們對市場的信心 至少先重建了一個興趣 信心要有一點支持, 除了中央有動作之外 信心要重建, 起碼要有一點的成就才行 因為你一個人要建立自信的話 很多時候是各種的成就去堆砌 所以你真的炒股賺到錢的時候, 信心就回來了 你賺得越多, 信心就越足夠 我覺得你今天很有信心,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獲利了 在市場獲利, 所以你想我們節目特別有信心 我對市場活躍的程度, 以及對於自己工作的信心 的確就增加了一點, 是嗎 因為之前大家都在想, 究竟現在是轉工還是轉行 是呀, 很淡的那時候, 但是很快 其實十幾個交易日而已 大家的思維或者情緒上又不同了 改變了一點, 但是這個也是起碼樂觀的方向 有得先炒, 有炒未為輸 那你作為投資總監, 你會不會很快已經收到封呢 譬如中央的錢什麼時候到位啊 沒有 或者其實沒有收到封 沒有 這麼厚密的 這樣說, 不是厚密 這樣說, 傳聞每天都有的 是呀, 但是以我們這個姿勢 是 無可能判斷到真價的 是呀 是呀, 好像上個星期這樣 其實我們播出已經是上兩個星期了 施政報告就出來了 好像對中產的人好像沒有什麼幫助 一向都沒有幫助 幫了很多基層, 或者幫了很多 他們好像說中小企 但是其實都不是很幫助 其實你覺得我們本港會不會應該要效法一下 內地 譬如可以給一些資金出來 給一些股民炒股 或者入股市 其實應該是不是要弄這些類似的政策 去刺激回呢, 都要繼續 那香港又難的 因為 因為金股股 就沒有這個自主貨幣的犯權 我們跟各個央行不同 例如聯署局可以印錢 人民銀行可以印錢 但是香港金管局其實就不可以印錢 因為港元其實是 始終沒有一個自主的犯權 在聯繫匯率底下 所以究竟有多少港元發行出來 或者印出來 主要就是看多少美元流入 所以如果你有美元不停流入 那的確就好像早幾年一樣 香港銀行水浸 當然會有很多港元提供 但是現在這一刻 又真的比較有限 而且就算是港元氾濫 各方面都好 都不會益到中產 中產是 我相信中產 真的是 金融市場再旺盛到 除非全民炒股而已 若然不是的話 中產的確是比較難受惠 最多你說政府的施政的再分配 可以不要那麼傾斜 在基層和富裕階層 又犧牲中產的利益 雖然犧牲中產 都似乎是香港的施政的特性 都不可以說這屆政府開始 前幾屆政府一向都是 除了曾林權政府 相對對中產是友善少少 還有那幾年的確 煲胎做裁判師長的時候 的確對中產是友善少 自己買的免稅額也高很多 那幾年一直保持著 兩萬元的免稅額 好少少 就是搞少兩萬元 本身都是衷勁 可能減股票印花稅 但是完全是落空了 減股票印花稅 這個也是對政府來說 一個很大的取捨 因為減的話 其實你減半或者減七成 是沒有意思的 如果你要減的話 起碼減九成 因為你減一半 其實現在是千分之一 變成千分之0.5的話 對於高頻交易來說 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如果你降低那個印花稅 我相信就是對於港股來說 可以邁入另一個階段 或者做多一盤好的生意 就是更加多高頻交易者會參與 因為對於高頻交易來說 如果你的政府的成本 不壓到1萬分之1 或者以下 就像A股的情況 因為A股來說 就是政府徵收的那個 加股印花稅就是1萬分之1 受淡變 偶爾還會減半 對於高頻交易者 你有說 這些就有意義了 對於這些來說 可能一格局都會做的 嗯 沒錯 如果你說現在這個情況 就算是千分之0.5也要收兩邊 即是你一個transaction 裡面 實際政府所收的成本都做是1100 Blocker的commission Blocker的收費已經可以降到很低了 因為現在很多互聯網券商也好 或者是一些高頻交易的 可以支援高頻交易的券商 其實他們可以提供的成本都很低了 所以唯一的阻礙就是政府的印花稅 印花稅一降低的話 那當然市況會進一步更加刺激 更加刺激 你看到美股為什麼動一下上落 就十幾二十個percent 再大隻那些就算NVIDIA這麼大隻的高頻 都可以動十個percent以上 原因就是很多的高頻交易去參與 因為高頻交易會背後連帶著很多衍生品 所以如果動的方向是對的話 一下坐下去就已經十幾個percent 那麼大隻的股份 十幾個percent 所以踩上去可能就更加刺激 你看到那個momentum上落 那一刻跌入之後就可能十幾個percent上落 好 接著我們轉來話題 不如講一下我們還有一個多星期 就是美國大選 你知道很多人對何錦麗或者特朗普都有不同的看法 之前就有些人說 因為今年旺中旅 所以賀錦麗的勝出率又很高 但是當然還有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當中 最近有個民調都顯示 特朗普的支持率似乎有所下降得很厲害 賀錦麗就去到四成多 剛剛上個星期賀錦麗就生日了 特朗普喜歡搞小動作 就可能諷刺他的學歷都是造假的 就去了麥當勞炸薯條 其實他們兩個之爭 大家都未知六死隨手 但是這件事也很影響著整個大環境 包括美股的市場 還有港股方面的進程 其實都要請教Alan 這裡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指引 我們應該要等11月5日才去做決定 不需要的 因為我們這邊有很多趨勢都明確的 我想無論是特朗普也好 或者賀錦麗上場也好 大的方向其實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尤其是在中美關係上 其實不會有一個很大的改善 只是突然間進一步惡化 還是慢慢惡化的分別 都是惡化的 都是惡化的 然後技術的封鎖 貿易的封鎖 其實都是會做的 只是好像特朗普那樣 最近看到他說 我覺得很多時候他隨後說 關於這個部分的中國汽車車的製造商 其實在墨西哥設廠 最終都是標籍賣去美國的 所以他就說徵收這類的入口稅 是加了一千個百分之一 一千個百分之一 他瘋的 他上任第一件事要做的 你知道是什麼嗎 什麼 他很多事要做 是的 他說第一個要先打電話 打給習近平 就說現在要提高你剛才說的關稅 電動車方面的徵收稅項 所以其實特朗普也是一個挺瘋的人 他很多事 我想他上場第一件事有很多事要做 他在不同的地方說話 上場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不過那麼大的方向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我相信他們的外交的政策 就是美國的定位 除了某些問題 可能會有一個方向性的改變 例如環保這方面 因為我相信特朗普和學校 本身那個立場分歧 價值觀差也太大 在這些方面可能會有一個大的改變 但是你說和各國的關係 尤其是對於中國的壓制的話 我相信哪個上場都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只是上場大家比較容易估計 就是他做事應該是有一個限度的 但是特朗普上場 大家都覺得是比較難估計 究竟他可以去到多盡 方向是大家知道的 但是究竟他可以去到多盡呢 這是一個 unknown的 但是對於中國或者內地來說 很多事情需要迫切或者急需要做的 其實都未必真是一個中美關係的處置 因為其實可以回旋空間不大 反而可以做的就是做很內部的經濟 例如之前說的一系列的救市措施 那是怎樣去落實 就是最終怎樣去做 或者達到什麼效果 這個方向我相信是比較清晰一點的 所以你說做剛才所說的一些投資的決定 例如分身下去炒各種各樣 很刺激的股份 其實你都可以不用理會誰當選 炒就行了 至於你說某些 例如真的跟貿易相關的那些 就先保住 其實都沒有很多的 那些都不是大家現在炒的東西 例如汽車那類 大家都已經不打算去美國了 現在還有哪間車廠說 會出口去美國那樣東西 就是連理想本身說 會有海洋愛光展計畫那樣東西 現在都跟大家說 先保住 我們都是專注本土的銷售設計 就是成長的那樣東西 因為對於這樣的氣息企業來說 現在最大的市場仍然都是內地 所以當然是誰上場 應該有一點點分別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說 如果是Donald Trump上場的話 有機會重現2016年的情況 因為2016年的時候 就是本身當時是稍微領先 但是最終的結果是反轉 然後Donald Trump贏了 然後市況出現一個 就是Donald Trump快贏那一刻 市況是大跌的 然後應該是即日咬腰反彈的 是的 我覺得今期可能都會出現 這個情況 這次炒數據 因為今年都有機會出現這個情況 可能到臨選之前 可能河錦麗 稍微領先一點點 然後大家都back on 可能稍微多一點點 然後最終如果是Donald Trump贏的話 可能會出現一個反轉 又反轉 就是市議可能會因為這件事而急跌 急跌之後 亦都是各樣的親愛落定之後 然後反彈 還有就是Donald Trump上場 就是至少他現在的選舉承諾 就是有一個是 favor 市場的 就是會加快減息 雖然他不是做到有一個原點 但是至少我相信他會保持著這個態度 至於他說他可以對聯儲局有多大的影響力 就是迫到聯儲局會減得多快 這個後話 但是至少他上場那一刻 市場應該會欣賞這一點 所以如果因為Donald Trump當選 而市議會反而不用太過擔心 我看到馬斯克都說明撐到他行 他通常跟商家都好像熟一點 還有你說到他會支持減息 其實鮑威爾之前都說得很明確 年內都會繼續再減多 好像0.5還是0.25厘 都很明確口風前所未見那麼清晰 你覺得其實減息機率還有多少 現在剩下兩個月的時間 今年就兩次議席 11月和12月兩個議席會議 可能比較大的機會是每次都減0.25厘 糟了 我忘了究竟是11月的議席會議 是選舉前還是選舉後 是的 選舉前選舉後 但是我相信如果選舉後 就應該會減得爽手一點 因為選舉前減就變了會有多一重考慮 就是究竟選舉前減就被人誤會了 可能偏幫民主黨多一些 但是如果選舉後的話 反而這方面的政治考慮就比較低一些 所以如果選舉後的話 我相信11月12月可能會割減一次 至於明年是怎樣呢 就真的看誰上場 明年我會再叫你多一次 因為Alan到時候有時間再過來我們的節目 今天因為歡樂時間過得特別快 我們今天的理財先機就先說到這裡 再次多謝Alan Lee 來到我們第一次更星會 Money Leaders的網台 我們也要問Alan 也要問你剛才說的股份有沒有持有呢 剛才有沒有說股份呢 好像有說美股一樣 但也沒有持有的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先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了